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口腔旗 所以你在吃东西磨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满足 好所以讲到这边会有个很重要的点 我就要跟很多的家长讲 因为很多家长会误会你的孩子 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是动绝食的 等一下会那跟小老比较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你有些孩子他是触觉型的 所以有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有些孩子他上课的时候有没有 他喜欢摸 尤其有些女生他就会卷头发 摸头 像我的老学生就知道我在想事情的时候 就会这样抓头 然后有些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玩笔 转来转去 那有些就是摸摸铅笔盒摸摸摸橡皮擦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触觉型的话 你在摸的时候会帮助你专注 所以这个摸触觉型的孩子很容易被忽略 因为很多家长会说 你上课就上课 你为什么都摸摸吸摸摸 你为什么不专心 其实我要跟很多的家长讲他们正在努力专心 OK 好